今天我們試駕的是MG在全世界賣的相當好的電動車 MG4 而且這一次試車呢 它一次就給我們最猛的X-Power版本 X-Power呢它是雙馬達 它的動力有435匹 0到100加速可以在3.8秒達成 它的車身尺碼呢 其實還比Focus略小一些些 它的車長不到4.3米 但因為是電動車的關係 所以軸距超過了2.7米 所以這一台車你可以說它是跑旅 也可以說它是先背車 那電動車呢其實最講求的就是一個低風阻 它的風阻係數呢不到0.28cd 主要在車頭的這邊呢 它有一個AGS主動可調式的閘門 這個閘門呢除了它可以擾流以外 它還可以延伸續航里程 10到30% 我覺得MG4呢在車尾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有一個雙層的尾翼 而且就連這個尾燈 這個尾燈呢等於兼具了擾流翼的效果 那麼你把後門打開 你會發現它其實沒有電動尾門 但是後箱空間呢算是相對的平坦 它的行李箱空間呢有404公升 這個隔板呢還可以往下放 往下放以後呢可以擴充到410 那如果你把第二排往前傾倒 它可以擴充到1170公升 那我們這次來到彰化西州的順風飛行場 MG呢其實為了要證明 MG4是有樂趣的車呢 它設定了兩個關卡 一個叫Launch Control 因為0到100加速3.8秒 另外一個是繞追 它等於呢要強調它是百萬元區間 最具樂趣的車款 1214公升 不管你認不認同MG是個英國品牌 但是你必須要佩服它 它是一個產品設定跟配備戰力分析 刀工精準的品牌 MG4它是MG旗下最暢銷的電動車 它在歐洲的銷售表現也相當的出色 等於僅適於好比說特斯拉的Model 3、Model Y 跟 Volkswagen ID.4 它等於是排名第四 這台車它基本上有三種規格 就是除了我們今天試的X-Power 它是馬力最強喔 435匹的馬力雙馬達 扭力就61.2公斤 它其實還有單馬達 然後還有Long Range的版本 當然想當然 電動車最厲害就是平加速 但是X-Power的加速真的算強 就是你用性價比 就是你一萬塊可以買到的馬力 它絕對是滿滿的 就是超值 電動車一般來講 就是最講求三個地方 一個是電機、電控、再來是電池 這台車因為它用的是模組化的平台 就是MG專門for電動車的設定 它有兩具泳池三項位的雙馬達 所以它馬達的體積小、效能好 就能量密度是強的 這台車它的電池用的是64度電的電池 它的電池還是來自你等於時代 在充電規格上它用的是現在電動車使用最廣的介面 它是CC-S1 那麼慢充就是AC它用的是J1772 以快充150千瓦的快充槍DC快充 它可以5分鐘增加100公里 那麼你只要26分鐘呢 它可以從10%充飽到80% 它是NETC的標準 那是436公里 但是等於就是一個參考值 以現在這麼綿密的充電站布局來看 里程焦慮這件事它會越來越少 而且你的手機APP也可以幫你做里程規劃 它的四驅系統就是兩具馬達 多了一個XDS就是彎道控制的設定 等於是像是電子式的防滑差速器一樣 它可以調配四個輪子的獨立輪數 尤其它前軸的馬達輸出是150千瓦 後軸是170千瓦 等於某方面來講功率已經算是大的 在做Launch Control的時候 你必須要在Sport的模式 踩速煞車踩速油門它會20% 30% 40% 當你的蓄電達到66%的時候 進行彈射 我覺得還蠻有趣 有一種儀式感 我今天零到100Launch Control彈射 除了幹掉保時捷以外 我測了3.71秒 所以你可以逐震這台車在這個部分的威力 這台車在極速的狀態下 它跑不到200格 但是大概在19.4左右 這台車是前曼花城後五連桿 它在阻尼的配置上 比我之前試駕過的HS-MG的內燃機車款 要來的更出色 在碎震的處理上 雖然沒有說像性能車那麼的精良 就是讓你覺得反應相當的好 它還是會產生一些些的斜震 但基本上那個穩定性算是好的 我們在進行繞錐的時候 你會覺得方向盤回饋的手感 基本上還算是清晰 還有一個相對比較理想的就是 它的車重 沒有像其他 就是你感受到的傳統的電動休旅車那麼重 它甚至可以做很多 好比說我們公司的車梯 停車場的車梯 它是限制兩噸 它等於這一台車就可以上去車梯 它等於一噸八 對當然以內燃機的車的角度來看 這種小休旅一噸八不算輕 但以電動車來講它已經算是輕 我們試駕的版本因為是X-Power 它的馬力輸出就是前軸的馬達是150千瓦 後軸是170 所以整個縱效的馬力是435匹 扭力61.2公斤米 那這個部分呢我不得不稱讚一下它的模式的選擇 它的快捷鍵呢 左側的這個星星 就是你可以切Sport Customer Snow Eco這些模式 還有Normal 我覺得這是很直覺的 那麼右側的動能回充的這個模式 它的動能回充呢 分別為強、中、弱 還有一個自動調整 自動調整就是Auto模式 它在你腳、右腳離開電門踏板的那個瞬間 回充的感覺呢 比較像是油車 不會讓你覺得有一種突然蹲跌的感覺 另外它還有one pedal 而且它雖然樣子看起來有一點點像休旅車呢 但我覺得它重心基本上設定是低的 它有50比50的配重 不管這是不是號稱啊 但是你實際開呢 它就是真的蠻穩的 那進到內裝呢 它畢竟算是NG裡面比較新世代的產品 那會讓你覺得比較開闊的格局 主要要歸功於它是電動車 它的電騎前面是馬達 所以它可以有點像是 mini-Man那種感覺 讓你的座倉盡可能的潛移 就是它的空間規劃 可以做得更出色 前面有一個7吋的數位螢幕 那中控台這個也不大 12.3吋 而且呢你在打倒車的時候呢 它有360的環景攝影 但是像出風口啊這些 還有這個home鍵 就是你比較能夠用到的這些按鍵 它是用實體按鍵 等於你不用邊開車邊找 在反應的直覺還不錯 比較可惜就是 這台車的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的連結呢 它要靠這個傳輸線 它中間懸浮式排檔之後 有一個充電板 但我必須要稱讚一點就是 它的方向盤 它的Level 2呢 有一鍵操作的功能 所以直覺性呢 算是還相當不錯 那另外就是在座倉的質感部分 坦白講 車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它並沒有讓你出現太奢華的感受 除了車門內飾板有擠皮 然後它的座椅 椅背跟椅墊有一些 Arcantara的擠皮以外呢 整車的最主要的元件 還是以塑料為主 只是說它在設計上呢 還算是規劃的比較前衛 不會讓你覺得有那種廉價的塑膠感 駕駛座呢 還是有電動調整 一副手座它是手動調整 它的底板呢 下面還有電磁 雖然已經縮減為11公分 但是它還是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它會影響到你腿部的伸展 後座的表現呢 反而比前座要來的更出色 主要是底板呢 相對是比較平坦 再加上它的頂棚呢 是往上削切 而且它的椅背呢 是越為傾斜 乘坐的舒適性跟開闊度 反而相對來的出色 整體來講 我覺得MG4的座倉啊 它座倉不管是品質或者是體驗呢 我覺得在國產車裡面 都算是相當出色 用料普通 隔音普通 但是有幾項呢 我覺得必須要稱讚它的就是 MGpilot系統呢 在使用上 就是Level 2 不管是操作的介面跟反應 我覺得它算是國產車裡面最好的 那另外就是 這台車呢 它還有車聯網的系統 以國產的電動車來講呢 它的車聯網系統呢 感覺也比N7要來的好操作 嚴格來說 MG4呢 它現在的出現 剛好卡在一個相當好的利基點 撇開它是不是電車呢 這個size其實本來就沒什麼對手 它比起內燃機引擎的國產車呢 它甚至比很多尺碼更大的休旅車 那個空間規劃上要來的更大 國產的電動車呢 等於只有它跟Lustgen的N7 那麼N7呢 最大的優勢當然就是 它是一台5加2座的休旅車 它比較大台啦 但是如果以產品規劃 跟內裝的這些介面的邏輯思考來講 你會很明顯的發現 MG4的成熟度還是比較高 那麼再往上一階 它可能可以對到像 HONDAI的IONIQ 5這類的韓系電動車 坦白講IONIQ 5呢 看起來比它大台 但是內裝的空間表現呢 並沒有比它有其他優勢 那更不要說性能跟操控 MG4就是Xpower呢 可能已經可以接近 它200多萬等級的IONIQ 5N 那麼如果對上 100多萬的內燃機休旅車 它的空間表現當然就有十足的優勢 所以我認為 除非你不打算買電動車 否則MG4的戰力呢 它絕對不容小覷 它是一輛有樂趣的電動跑旅嗎 的確我覺得原廠呢 也很刻意的這麼包裝 但是在極限的表現上呢 它沒有那麼到位 沒有像你想像的 有這麼犀利的過彎 但不管怎麼樣 這一台車 旅到110不到3.8秒的實力呢 再加上清明的售價 上市之後 路上的能見度肯定很多 我相信在紅綠燈杯 可能這台車也不是隨便的超跑 就能夠惹得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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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